第四十集 二虎争食 现在开始 孩子们超级三国 咱们书接前文 我是钱爸 上一集咱们正说到 曹操迁都许都 阳凤寒先半路祖劫 被曹操彻底击溃 对吧 大将徐晃也归顺了曹操 同时呢 李觉郭四也为手下部将所杀 从此曹操可以说是兵强马壮 权倾朝野 占据了山东大片土地 为接下来跟诸侯争夺天下 打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但上一集结尾咱们也说到 曹操虽然说现在春风得意 一切都向着有利于他的方向发展 但是他这心里始终有一个心结 让他不能释怀 这心结是什么呀 就是徐州刘备 以及逃到刘备那儿 暂时驻扎在小配的吕布吕凤仙 曹操首先觉得自己父亲的大仇未报 徐州本来应当是自己的 那陶谦哪会是自己的对手 他只是没想到吕布 半道上偷袭他的眼周 差点把他老窝给端了 彻底打乱了曹操的计划和部署 使他不得不放弃攻打徐州 半途而废 回来救眼周和蒲羊 结果让刘备白得了个便宜 占了徐州 同时吕布虽然最终被他打败 可真耗费了曹操不少精力 有两次不都差点被吕布给逮住吗 但是没想好容易打败了吕布 吕布却跑了徐州跟刘备结成一伙了 曹操一想起这事气得都睡不着觉 而且他不光是生气的事 他也害怕 害怕什么 他很害怕刘备跟吕布真联合起来 一块进攻他的许都 那刘关张他可知道厉害 再加一个吕布 和了虎牢关前三鹰战吕布 这四个人现在成一伙了 那谁打得过他们呀 所以曹操在迁都许都之后不久 就召集文臣武将商议对策 曹操把自己这番担心 当着大家的面一说 这些谋士们频频点头 都觉得曹操的担心很有道理 如果刘备吕布果真结合在一起 的确是心腹大患 话说他们正在商议对策 忽然一人大喊一声 主公 且给我精兵五万 我愿领兵去徐州 讨伐刘备和吕布 定要提那刘备和吕布的头颅 回来陷于主公 曹操一看谁呀 正是徐楚 曹操明知道徐楚说这话没过脑子 但是他也高兴徐楚有这样的勇气 他笑了 还没说话下面在座的巡御说话了 徐楚将军且不好鲁莽 将军勇气可佳 但于计谋方面却稍弱 如今我们刚刚迁都许都 还需养精蓄锐 不可轻易鲁莽用兵 得包存实力呀 徐楚将军且先坐下 听我说 徐楚看看曹操 曹操笑着点点头 徐楚 坐下了 曹操知道巡御一定有了主意 就问他 以先生之见该当如何 就是你觉得我应当怎么办 巡御说 丞相 我有一计 叫做二虎争十之计 应当可以奏效 咱们这插一句 这巡御怎么管曹操叫上丞相了 那是 之前咱们不是说了吗 汉县帝让曹操总揽朝政 那就是说这朝廷上上下下的事 都给曹操说了算 那不就是丞相吗 所以这些谋士都改口了 都管曹操要么就叫主公 大部分时间都管他叫丞相了 那么曹操一听巡御这个二虎争十之计 就是两只老虎争夺食物 那就一个字打呗 他问巡御 先生且说一说 何为二虎争十之计啊 丞相是这样 刘备刚接管徐州没多久 他虽以上书朝廷 要求朝廷承认他的地位 但朝廷并没有正式受命给他 险下丞相可以让陛下发下诏书 就让刘备当这个徐州目 同时让史臣带丞相密信一封 信中让刘备找机会杀掉吕布 如果刘备能杀得了吕布 那丞相去一大坏 如果刘备杀不了吕布 那吕布知道刘备想杀他 他也绝不会放过刘备的 必然跟刘备火并 这就叫二虎争十之计 曹操边听边点头 好记就依先生之言 于是当下他让汉县帝发下诏书 封刘备为征东将军费城亭侯 领徐州目 并且让史臣暗带着密信 前往徐州 咱们再说刘备 他可听说了皇帝迁都许都了 他正想着上个表彰庆贺一下 同时他也想再提醒一下朝廷 问问自己这徐州目的任职 什么时候能得到朝廷的认可 没想到这时候朝廷的天使官到了 刘备一听赶紧率手下文武出城相迎 恭恭敬敬把天使官接到城里 设摆下乡案迎接圣旨 天使官宣召 加封刘备 费城亭侯征东大将军领徐州目 这就等于正式承认了徐州现在就是刘备的领地了 有了朝廷的诏书那就完全不一样了 刘备是一方诸侯了 刘备特高兴啊 当夜是大牌宴宴宽带朝廷使臣 那么在酒席宴上天使官就跟刘备说 刘士军可知啊 今日能得朝廷封赏 权仗曹将军在陛下面前大力宝举推荐呀 刘备一听 是啊 权德感激不尽 还请天使官回许都之后 带我向曹将军致谢 说权德感念将军提拔至恩德 他日有机会定当图报 就是我一定报答曹操 推荐提拔我的恩德 天使官一听笑了 说到图报 权德公线下就有个机会 曹将军呢 让我带了一封书信 要我亲手交给使军 说着他从怀里掏出了曹操那封信 可就交给了刘备 刘备小心翼翼的接信在手 他很紧张 为什么 他不知道曹操这打的什么主意 要让他干什么 他把信展开一看 明白了 曹操让他除掉吕布 说吕布偷袭眼周暗算自己 因此他曹操跟吕布势不两立 如今吕布败走徐州被刘备收留 曹操沉说厉害 说吕布这个人反复无常是个地道小人 要刘备找机会尽快除掉吕布 刘备看完了信 陷入了沉思 他想了许多 直到旁边那使臣叫的 刘士军 刘士军 刘备反应过来 使臣说了 如何啊 刘士军 曹将军的愿望能否达成啊 就是你能不能按曹操所说除掉吕布 刘备支支吾吾 天使官此事重大 再说吕布勇武 非一朝一夕能处 带我仔细筹划一下 就是我先商量商量吧 于是当夜散了酒席 刘备连夜就把关羽张飞找到一块秘密商议这件事 他不敢让更多人知道 万一走漏了消息让吕布知道那麻烦大了 他怕吕布不管三七二十一 给他来个先下手围墙 当下见了关羽和张飞 刘备把事情一说 张飞一拍桌的 啪 大哥 干了 吕布三姓家奴反复无常的小人 该当杀之 就是杀了他就对了 刘备叹口气摇摇头 哎 三弟 此事事关重大 鲁莽不得 一来那吕布勇猛 杀之不易 就是他哪是那么好杀的 那是吕布 不是别人 二来他世穷来头 我若杀之视为不易 就是吕布走投无路 才来投奔的咱们 我这时候杀他 有趁人之危的嫌疑 不仁义啊 大哥 张飞急了 好人难做呀 大哥今日做好人 情绪明日就被那三姓家奴所害 刘备只是叹气摇头 他拿不定主意 当时关羽一直没说话 他心里跟张飞想的一样 他也认为吕布不足以谋 就是说吕布不是个可以合作的人 他太反复无常了 只顾及自己的利益 就应当杀了他 但是关羽很明白 以自己兄长就是刘备的性格 他是说什么也不会对吕布下手的 说了也白说 因此关羽呢 叫闭口不言啊 那刘备看看两个弟弟的态度 他心里也知道关羽张飞怎么想 但是他不能容许自己德行方面有失 就是不能容许自己在品德方面有被人指责的地方 趁人之危这个锅 刘备是不能背的 他也知道商业不出个结果 因此就先让关羽张飞回去了 他自己几乎一夜没睡觉 辗转反侧就在想这件事情到底该怎么办 话说第二天一大早 有人来禀报说吕布前来拜会 吓了刘备一跳 心说他怎么来了 难不成他知道曹子让我杀他 不可能 刘备再一琢磨 兴许吕布听说朝廷任命下来了 来给我道贺的吧 想到这儿他说道 啊快请 还真让刘备猜对了 吕布就是听说朝廷正式任命刘备徐州牧了 特来给刘备道贺的 一见面吕布是哈哈大笑啊 哈哈哈哈 玄德公恭喜恭喜啊 我昨夜听闻朝廷天使到了 今日一早便来给玄德公道喜啊 刘备笑脸相迎 哈哈哈哈 温侯客气啊 北田居此位受之有亏啊 就是我刘备当着徐州牧是个意外 其实我不太配 吕布大笑 哈哈哈哈 玄德公还是太客气了 您大人大义谁人不知啊 当此位可以说是名副其实 来来来 今日咱们不醉不归 吕布啊 兴致挺高 非得跟刘备喝酒不可 刘备一看 人家一片真诚来祝贺自己 那么虽然自己没心情喝酒 一脑门子官司 尤其看这吕布心里更闹得慌 但人家酒也得喝呀 于是裴笑说道 啊哈哈哈哈 好啊温侯今日前来 被十分高兴 来置办好酒好菜 我与温侯边喝边谈 两个人热情落了座 一番攀谈连吃待喝 哎 话说正吃喝着呢 忽然外头闯进一个人来大喝一声 待三姓家奴何在 待我一剑斩了他 哎呦这一嗓子跟打雷似的 刘备一看不是张飞又是谁啊 那话说昨天晚上张飞也没睡觉 他越想越觉得大哥太婆婆妈妈 就应当杀了吕布 就算曹操不说也应当杀 他到了早晨可听说了 吕布来给刘备道贺了 过了一会儿又听说 俩人还喝上酒了 把个张飞给气了 你们想他那暴脾气哪受得了 这个吕布不来还好 吕布这一来他还能忍得了 他立刻从墙上拔出宝剑 就冲进了刘备的府里 那守门那一看货 三将军这是要干嘛呀 手里怎么还贴了把宝剑 那也不敢问呢 更不敢来呀 只能让他进去 话说张飞这才怒闯酒席宴 要见斩吕凤仙 刘备一看张飞这架势 他是真急了 大喊一声 三弟不可造次 你是要陷我于不义吗 就你要让我因为你而背上骂名吗 还不扔了宝剑 张飞就这一点好 不管他怎么想 哥哥的话他一定听 于是沧淡了把宝剑扔在地上 还那气呼呼站着 吕布可坐不住了 这是那个 那个义德 不知你为何要杀我呀 我身犯何罪 我怎么得罪你了 张飞一听大还眼一瞪 非是我要杀你 是曹操写信来让我哥哥杀你 说你是个反复无常的小人 我哥哥仁慈下不了手 他下不了手 我下得了手 就这么回事 刘备一听得 这全让张飞给说漏了 现在瞒也瞒不住了 他赶紧冲着张飞挥手 三弟你你先下退 不不不退下 气得刘备话都说不利索了 张飞也气呼呼的出去了 吕布慌了呀 他不知道刘备这儿有没有埋伏呀 自己可什么兵刃都没带呀 他很紧张的看着刘备 刘备一看站起身来说道 哎温侯啊不必多心 你随我来 吕布说我不去 刘备说没埋伏 你跟我走吧 我给你看样东西 然后抓起吕布的手 强行把他领进了后堂 让吕布坐下 然后刘备取出那封曹操的密信 递到吕布面前 你自己看吧 吕布接过信看了一遍 看完他哭了 宣德功 你怎么看 这是曹贼想让咱们俩自相残杀 讨从中于力啊 宣德功 你真要杀奉仙吗 刘备一看这么大 吕布守着自己哭声了 弄得刘备更不好意思了 他赶紧劝慰 哎呀文侯啊 这么无情无义的事情 你觉得我刘备会干吗 会 吕布抬头看刘备 你看义德 嗨刘备说那是三弟他鲁莽 不是我让他来的 放心吧 我管着他不会有事的 温侯啊 且请放宽心 你我同心协力 切不可中了曹操的奸计啊 然后俩人又聊了多时 吕布这才放下心 刘备亲自把他送出城 看着他回了小配 不过吕布说是放了心 他真能放下心吗 这颗猜忌的种子也埋下了 话说吕布走了 刘备回来 关羽张飞已经在府里等着他了 刘备又把张飞好一顿埋怨 张飞心里不服 可也只能低着个大脑袋 让哥哥说 刘备再三强调说 曹操这是想让咱们跟吕布 火拼 削弱双方的实力 等咱们打得差不多了 曹操自己就出兵了 到那时候他把咱们一网打尽 这不是坐收渔翁之力 这是什么 咱们怎么能碎了他的心愿呢 所以吕布不能杀 关羽听得频频点头 张飞还是不管哪一套 他就想除了吕布 但是哥哥的命令 他又必须得听 话说到了第二天 这天使官要回去复命了 临走前他问刘备 使君考虑好了吗 能按曹将军所说杀吕布吗 刘备敷衍了他两句 请回去回复曹将军 吕布非同小可 不可小觑 容我慢慢突治 就这事得慢慢来 刘备也没说杀也没说不杀 但是谁一听都明白 他这就是拖时间 就是不想杀吕布 那天使也没办法 只得回去复命曹操 曹操听了 马上召见寻玉说 先生啊 看来你这二虎争食之计 没有奏效啊 违京之计又当如何 就是现在咱们该怎么办 寻玉不慌不忙 丞相不必忧虑 二虎争食之计不成 我这还有一驱虎吞狼之计 相信定能奏效 哦 曹操又来兴致了 先生快说一说 何为驱虎吞狼 顾名思义孩子们 就是赶着老虎 让他去吃狼 这两个都不是好惹的 还是让他们自相残杀 但是有人赶着他们 寻玉就说了 丞相咱们如此这般 这般如此 定能成功 这就叫驱虎吞狼 曹操听了拍手大笑 哈哈哈哈 好好 妙计 比那二虎争食之计 还要好 马上他吩咐人照此执行 我孩子说了 又是这般如此 这般如此 这般到底什么计策 别急 听我接着讲 你们听听就明白了 话说这一天 刘备正在衙门里处理政务 忽然有人禀报天使官到 让刘备去接圣旨 刘备一听不知道怎么回事 心说怎么又来了 那他也不敢怠慢 赶紧摄败相案接旨 天使官宣读圣旨 原来是说 南郡元树 早有谋反之心 朝廷命 争东大将军 费城亭侯 领徐周牧 刘备刘玄德 发兵讨伐元树 这可是朝廷的圣旨啊 刘备接下了圣旨 赶紧请谋士来商议 弥主可就说了 主公啊 这一看又是曹操的计策 这不就是那屈虎吞狼吗 让咱们去讨伐元树 让元树跟咱们打 然后主公您带兵一走 吕布在小配毕生一心啊 他要趁主公不再偷袭我们的徐州城 那不麻烦了吗 刘备也知道弥竹说的有道理 但是他一方面觉得自己跟吕布已成相待 连曹操的密信都给吕布看了 吕布不能偷袭自己 在这朝廷的圣旨来了 就说让我刘备领兵讨伐元树 我也不能抗旨不尊呀 所以刘备还是决定带兵出征 讨伐元树 孩子们他可想不到 他这一出征 真就引出了一场大祸临头 下集再接着讲吧 The End